觸摸還是很快的啊 那好 那我一定要記得訂閱攝影師程中間 Peace 今天拍百威的補拍鏡頭 差一點遲到 你再說一下 開始 1 2 3 滑一下 就上彈吧 一定要記得訂閱攝影師程中間 Peace 程中間老師說說戲 沒戲說 現在是用A73 然後配了24105的鏡頭 試一下它的對焦速度 我是把對焦速度放到最快 響應速度 還不錯 完全是可以接受的那種 對焦速度 這個還是比較柔和的啊 我們把它射到 射到標準 試試看 標準就會稍微慢一些 不過更柔和一些 把射到高速 有多少 你把射到的 哪些 是 你把射到的 哪些 多 然後 你把射到的 你把射到的 那些 胡椒 我把射到的 那些 还不错 直纳打纳 现在我是在视频档 合胶速度我是满意的 然后机身呢 跟之前的A7R3 没有很大的区别 取消了这个锁定 然后这边多了SNQ 可以可变帧率 不错 然后这个 也帧率一样是在 最高可以到100 这个基本上都是跟我用的650也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在4K的情况下 它只有25P 没给到50 我们看它4K的情况下的 对焦速度 在高速 高速 高速对焦情况下 还不错 我很满意 然后这个录制键 跟A9还是有不一样 它的行程会比较短 轻触一下就OK 这个是好的 然后 一样的双卡槽 这都不用说啦 这都是一样的啦 然后旁边是麦克风接口 然后是监听口 HDMI输出 然后是一个Table C的口 和底下的这个 安卓口 然后取消了一个电子快门的 评赏的 这个好像对于拍视频也没什么用 然后外光上 基本上跟阿商都差不多了 好 我们现在高清模式下 对焦模式是高速 我记得没错 高速 对啊 没错 我们下来对一下 这个小花花 小花花 对到这小花花 上面上面 对到这上面 这上面 对到这么大 OK了 不行跑了 现在对到小花花上面 我们来试一下 没了 对到那个其他照片 光线不够吗 光线不够 它是比较暗 那不到 可以 对 好 我们现在在高清模式下 试一下看 它是 对焦速度是高速 然后它的 是标准的响应速度 看一下 触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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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很快的 那好 那好 我在第二个 测光要不要放开门 哎 还是不错的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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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试它对焦速度 哈哈哈哈 看它节目买的 对 在试对焦 对 在试对焦 好快啊 对它高速情况下 是挺快的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放到标准的时候试一下看 看它的对焦速度 就融合很多了 标准的时候就融合很多了 你看到圆景 远景 进景 远景 进景 好 我们把它射到低速的情况下 我们试一下看 诶 更融合了 你看 远景 远景 哎我靠 飞了 远景 进景 诶 远景 哈哈哈 进景 哎 这个这个我觉得这个低速的我我因为我拍Vlog的时候很少会用到低速啊 低速这种效果还是不错的 好 我们现在把它放到高速然后把它的分辨率改到4k25p100兆马流 我们看一下对焦速度 一样高速 一浪一浪还是很快 我觉得M3这台机器 没问题哈 没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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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PP7它的 S-LOG2它的ISO起跳是 ISO起跳是 800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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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哇 10万 02400 OK没问题没毛病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PP9 它的ISO 我从 一样也是从800起跳 非常好非常好 非常好 一直到多少看一下 也是一样到10万2千10万 太牛逼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PP10 PP10 PP10我看一下 PP10我看一下 PP10改成 HLG3 我们看一下它的ISO起跳 ISO起跳 哇哇哇哇 可以到125啊 125起跳 一直到多少看一下 一直到 哇哇哇 也是10万 妥没问题 非常好 那这样子以后我可以大胆的 如果有了HLG3 就可以大胆用SLOG2 赞赞赞赞赞 全幅24 基本上就能框住整个人了 不需要带脚架了 你只需要手持的相机的镜头 而且你配个24105 虽然说这头比较重 可是这真的是出去 不管是旅行还是拍 生活机会还是挺方便的 有没有 很好 如果你喜欢我影片 要记得订阅我 我是摄影师从文件 Peace 叫什么 蕭蓝 蕭蓝 然后你呢 我英文名Steven 今天带Steven过来买阿珊 不是 是另外一个 美国回来的 等不及了 网红 福州的网红 等不及买 想一起先把阿珊买掉 这个 就是蕭蓝的机器是不是 对 跟我同款 没有同款啊 同款 一样一样 差不多 同款都得麦克风 非常好用 推荐你们都买 哈哈 喂 哇 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